本讲座的主题是 商业上的独立游戏是否能在市场上生存 圣堂游戏所开发的永恒的赛尼亚与后的紫阳花 是该开发团队在这个游戏的前作的独立游戏 永恒的赛尼亚与Steam上获得相当惊人的回响与好评之下 而决定开发的续作 并且在行动平台上市 那比较有趣的是呢 这款游戏它加入了许多像是卡片收集 以及转弹等等 看起来不那么独立的元素 那本讲座很荣幸邀请到圣堂游戏的创办人 兼游戏制作人肖子豪先生 来请他分享一下永恒的赛尼亚与后的紫阳花 在这部游戏的商业模式 那我们欢迎肖子豪先生 好 那我们直接开始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圣堂 是一名独立游戏开发者 内心其实是一个中二人 我在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之前 我是一个游戏业界的游戏企画 我目前在业界待了总计 大约已经到七年了 那之后我因缘机会下午后来离开了游戏公司 现在自己出来全职开发独立游戏 并成立了圣堂游戏这个独立游戏团队 那这是我工作经历 我先前在雷雅游戏工作 那在这之前是自热堂跟奥尔资讯 那可以看我一开始是一名就是游戏企画 之后到了奥尔资讯以后变成资深游戏企画 之后到了雷雅游戏以后当了主期 那现在我是一个制作人的身份 但因为这个团队是我自己的成立 所以制作人我可以自己的灌在我身上 所以我是用这种情况下当上制作人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制作过的游戏了 这是我第一款参与的万人同在NORPG 我在里面参与了系统设计 以及部分的商城设计 那这款游戏其实在当时的成绩还不错 那时候有达到两万人同在的成绩 而且那时候其实已经是PC线上游戏没落的时候了 所以在那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成绩 算是相当不容易了 那做这款游戏的过程中呢 我其实自己也产生了对独立游戏的一些想法 并且开始下班一个 用下班时间开始制作独立游戏 那这一款就是我在下班时间制作独立游戏 原先想要 本来想要一个人的 从头到一个人开发 就中间因为碰上一些问题 后来还是找了合作 那这款游戏在 有在Skin上面上架 在国内外其实都获得香港大的回响 那其实也对我自己造成很大的鼓舞 不过这款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完全免费的 完全免费的纯免费游戏 它并没有为我盖任何盈利 那这是我同事也在想说 那我下一款是否可以尝试加入商业的要素去 试着去盈利 那在之后我还是以公司的游戏计划身份 高做这一款就是Kensky国 我在里面参与了游戏素质的工作 后来就是Kel就给亚参与了这款 Stoica万象物语 在里面早期参与经济系统的设计与商城的设计 后来当上了做企划 并且在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后来决心辞职 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游戏做完 中间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挣扎 但我后来是下定的决心这么做 因为我相信它是值得的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 就是永恒善与雨后子洋花 这是我去年年底上架了一款手机游戏 那上架资金大约差不多半年左右 那我感谢会分享这款游戏的简单的开发历程 跟数据分享 以及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好 今天的主题是商业项独立游戏 首先我要先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商业项独立游戏 我们先把商业项画掉 我们先讲什么是独立游戏 各位听到独立游戏这四个字 然后它也第一个浮现的是哪一款游戏 是这些游戏吗 还是这款游戏呢 还是说我们的这一款游戏呢 我们的台湾之光 好 不叫看它了 其实我自己对独立游戏的定义是 小朋友更能够完成并且拥有自身风格的游戏 这是我自己对它的定义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看商业游戏是什么 其实商业游戏非常简单 你打开排行榜上点开最卖座的项目 全部都是商业游戏 那这些商业游戏呢 虽然看起来这四个游戏的玩法 差距非常大的类型跟风格也不同 但其实它们是有一些共通点的 我这边整理了两个共通点 第二是它们追求高留存率 第二是它们拥有成熟商业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一款商业模式它要可以赚钱 并且能够长久的盈利 留存率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商业模式就会影响到说 你这款游戏到底是不是真的让玩家能够掏钱 能够赚到钱 所以一款好的商业游戏 这两个重点是必须的 再来什么叫商业像独立游戏 这当然也是我自己的定义 我加上一个小看位可以完成的游戏规模 并且追求高留存率 以及拥有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 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三大主题 我会所做的这三点 好 我们从第一点开始 小个人可以完成的规模 所以我在开发这款永恒三年雅 雨后子养花之前 我会先建议说 这款游戏我大概要做多久 那是不是我以我目前的能力能够完成的 我在开演的时候 我把这三大重点放在我们核心 它是一款 一定要是一个容易上手的游戏游戏 更正一下 不一定要是游戏游戏 它一定要是一个很容易上手游戏 那我就参考市面上 在当时我还蛮喜欢一个游戏游戏 像Table Titan Click Hero这种 这种游戏结合爱豆游戏 再来说它很重视所谓的数值成长 因为我觉得这种 RPG游戏 游戏游戏 你的数值成长的感觉 是你游戏乐趣和成长乐趣的核心之一 并且它其实也是有助于你的游戏内容扩充 再次第三点比较特别 观赏剧情 这点比较接近是我个人的坚持 也是我认为我自己独立游戏里面 比较可以作为卖点的一点 再加上我自己团队本身 有一个很厉害的剧本 所以我必须把我团队长处发挥出来 所以我选择第三点是 加入结合剧情之一点 作为我们游戏的三大核心之一 那我这边放一个影片 让各位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游戏大概长什么样子 哎呀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我想各位看过影片应该就很清楚这游戏的玩法跟它主要的麦点是什么 其实这也是我想要传达的就是说 我觉得一款好个商业游戏要让人容易一看就觉得看得出它的麦点 看得出它到底在玩什么 让人了解它是什么 并且给它感到有兴趣或想去玩 所以它游戏的基本流程就是说 你在关卡中你会碰到小怪物跟Boss 打倒Boss以后它会进入一段剧情 并且在进入下一个关卡 那在这段过程中你会获得一些不同的伙伴 伙伴卡片 其实也就是目前市面上转弹游戏常见的收集角色的部分 以及它也有一些就是技能运用 以及技能解锁的概念在 这是在它的游戏的玩法跟成长的部分 那游戏的第一点就是 我游戏的关卡我一定要设计的容易易于扩充的模式 必须我们 必须独立游戏团队的开发资源有限 你必须想办法用最少的资源做到最多的游戏内容 所以我的关卡内容 大部分都是可以以我一个企划 加上大量的数值表格 搭配不同的素材去产生出各种关卡 去增加游戏的内容跟耐玩性 再第二点就是说 我在游戏的剧情跟角色上 其实画了相当大的苦心 这点我会希望说 因为这一来是我 我想要可以做的最大的卖点 一来就是说 它其实是可以建立所谓的品牌价值 第三点就是说 这也是我自己定义的名词 就是我想要打重度游戏 与休闲游戏之间的轻度游戏市场 什么是重度游戏跟休闲游戏呢 重度游戏就是打到市面上看 比如说《风之谷案》 《 Kingtown案》 或者最近出了一款公主连结等等 这种就是重度游戏 它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 那休闲游戏可能就像《Kenny Crash》 或者是《分路鸟》 或者刚才起到《Beast Stump》 你可以很快速的随时都可以玩 那我想要做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轻度游戏市场 就是它可以你随时都可以玩 并且它也保有比较长的成长线 那我这边用一个东西来 作为轻度游戏市场的例子 这是一盘轻食 我个人还蛮喜欢吃轻食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吃好料的人 可是我又不想要常常去吃大餐 因为不想去饭店吃Buffet 那我这时候就会选择吃轻食 它是一个就是好吃 然后又不会让我觉得 很负感很重的东西 就是想吃就可以 可能就去巷口就可以去吃 那我游戏的定位 其实就跟轻食很像 第二点就是追求高留存率 那我这边补充一点 就是我接下来分享的案例 都是目标在免费游戏上面 所以如果是做付费游戏的话 可能当作参考就好 那我接下来讲 追求高留存率这一点 我先来分享一下 我最近一个月的留存数据 Android的次数据流存有高41% IOS的次数据流存有高51% 那其实次数据流存 这个数据在商业游戏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数据 因为它影响你进来的玩家 愿不愿意继续玩你的游戏 那其实41%跟51% 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可以佐证 就是这是Google Play 在1月左右公开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 就是38%的游戏 百分之50%的游戏 的留存率大概是在38%左右 也就是说你只要 吃这个留存超过38% 你就超过50%的市面上的游戏了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 就是我做了哪些事情 让我的留存率的数据 会这么的漂亮 重点就是新手教学 新手教学 还有新手教学 其实新手教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这边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各位觉得玩家告约会花多少时间 还决定要不要玩这款游戏 有没有人想要起出一个数字呢 三十分钟 还有吗 三分钟 三分钟这个多好 还有吗 三十秒 三十秒你只能看到logo吧 我这边公布一下答案 平均五到十分钟 这个数字也是有资料可以佐证的 同样是google play提供的留存案例 这边红线是留存率最差的游戏 绿色是留存率最好的游戏 我们用这两个案例来看 我们首先看红色那一条 那下面一个横走 它是时间经过的分钟数 五就是经过五分钟 那纵走指的就是流失的玩家的比率 我们可以看五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流失掉46%的用户了 那十分钟的时候 你已经流失掉58%的用户了 所以可见这五 而且各位可以注意 零到五分钟这段期间 它曲线是最陡的 也就是这段期间玩家流失的情况 最严重 所以说 所以我说我会转五到十分钟 这个数字 就是根据这个图标 所以这就是刚刚讲的 影响流存率的关键 就是你五分钟左右 能不能让玩家 体会到你的游戏乐趣 那我自己 我自己在新手教学 做哪些事情 我分享一下 我做的这五点 玩法教学 升级教学 获格伙伴 挑战boss 以及播放一个精美的OP 做完美的收尾 为什么要做这五点 其实很简单 就是玩法教学 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先让玩家知道 亲手玩一下你的游戏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说我在快速点击的时候 我就会呈现一个 很快速的攻击 去达到一个很及时的回馈感 并且怪物受伤 怪物死掉爆炸 这些动态表现都是 让他前期觉得 这游戏好不好玩 会不会玩的一个手段 一个表现力 那我刚刚也有提到 数值成长 是一个这种游戏 很重要一个体验 所以我在初期 新手教学 我就会让他 升起并获格技能 并且会教他用技能 去把怪物打飞 会有一个不同的 视觉体验跟操作体验 接下来就是说 其实玩家在玩游戏 他是很想要获格奖励的 他想要拿到一些什么 那也就是我游戏中 有大量的伙伴 怪物伙伴跟人性伙伴 所以说我初期 就会让他打到一只 马属猫我们游戏的一个招牌 吉祥物 让他可以打到他的卡片 并且召唤出来 跟在他旁边 然后帮你打怪 这样子 再来就是挑战BOSS 就是你游戏玩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要给他一个挑战 不然如果都是一帆风顺的话 会太过没有挑战性 会比较无聊 所以说我在新手教学一个结尾 就是序章结尾 放一只看起来很厉害的BOSS 写很多 但是打人一点也不空 这边是一个细节 就是说你不能让初期让他被打败 因为很多玩家 初期对你游戏不了解的时候 他如果输了 他可能就不会继续玩下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市面上很多商业游戏 他一开始的BOSS 你随便被打过可以打过 基本上是几乎不可能输的状态 但是BOSS要做个很有张力很强 让你觉得你好像打败一个 很强的BOSS的感觉 这是这种感觉 其实还有一个Console 跟也有相关的意义 就是战神3 他一开始也是跟一个非常强大的BOSS 然后跟一个很强的技能那里打到他 看起来你好像遭受很大的危机 可是实际上你随便打都打得过 这是一个案例 最后就是我会播放一个OP 去做一个最好的完美的守卫 那我这边也播一个OP 让各位在我这演讲的一个阶段性的守卫 收听 感谢观看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 我的游戏想要做出最大的 跟市场上区隔最大的卖点 就是剧情跟角色 所以我想要在这OP告诉玩家说 因为我接下来的故事 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那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角色 以及主角他最重要的目标 拯救他的姐姐 这件事情我在OP里面做传达 好 最后一个 商业项隔离游戏最后一个 拥有成熟商业模式 我这边会分享说 我在游戏中 做哪些商业模式 我是如何在里面获得收益的 我先分享一个数据就是 我的游戏 在这近一个月 的 营收占比 就是Android的该有77%来自IP 23%广告 那IOS其实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 我的IP占了7成以上 接近8成的营收 所以IP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重点 好 IP设计的重点 其实 我觉得IP设计 它必须是要一个刚需 什么叫刚需 刚需就是 玩家在玩你的游戏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需要的东西 这刚需 其实每个游戏可能都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你一定要找到说 你的游戏的刚需是什么 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很想要很想要 很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有念过 有学过经济学 都知道 其实当你的需求越高 你的供给 就 你的供给就可以 呈现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说 我们在设计游戏的时候 我们要尽可能去创造需求 让玩家会很需要一个东西 那我游戏的刚需是什么 是两个集 点集跟升级 对 它翻成比较人性化 就是它是省时跟省力 这两个东西 点集就是 因为我游戏是点集 游戏是一直点一直点 那其实 一开始点会觉得很好玩 可是点久 你就会觉得 你的手很酸 那我想要 如果是有一些什么自动 或是小帮手 可以帮我演点 这就是省力 那升级就是说 RPG游戏 其实都是一个升级的过程 初期会很容易升级 但是到中期到后期 一定会越来越难升级 这是比 这是RPG游戏 大部分会产生的一个结果 那玩家玩久 玩到中期 一定会开始 陷入升级的瓶颈 他就会希望有 更容易的升级管道 让我可以加速游戏的进行 并且或者是他想要升级 去挑战更强的BOSS 获得更好的伙伴 所以我卖了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是我游戏最主力的两个商品 第一个就是 它是起组合包 我称它的月月 因为游戏中有一个叫 月月的祝福 就是你有这月月的祝福 你只要压住萤幕的话 它就会帮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机 就是一个蛮你省力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 恭喜发财组合包 它会送一只柴犬 然后它会让你获得经验值 水晶就是我们经验值的量 或加50% 为什么我要用 组合包这种方式来贩售 为什么不是说 我直接卖一只宠物 为什么我是要用组合包 而且我只能限购 只能购买一次 其实限购 礼包这种东西 组合包 就是俗称礼包这种东西 它有一个很大好处 就是它CP值是最好的 玩家如果要付费 它有付费意愿的话 它优先买一个 我已经是买这个东西 因为我买东西 一定先买我当下最划算 并且需要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点 是各位可能可以思考 就是说 如果你要叫玩家 只买一样东西 可能有朋友说 我想要买你的 买你的游戏 可我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这时候 你要推荐给他 只买一样东西 你会叫他买什么东西 只能一向 所以 以我例子的话 我一定会叫他去买 哈士奇 因为他是CP值最高 而且是无可取代的东西 厂压连点这个功能 只有他才有 非常好用 可以帮你省力气 甚至可以省时间 而且他里面还会送 等值的钻石 跟部分的经验值 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东西 所以说你如果 之后还要买其他东西 你先买这个 之后再说 之后你如果想要再买其他东西 可以再参考其他的 好 那我这边分享一下 我所有的IAP里面 收入的占比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哈士奇组合包 占了接近了三成 是我主力的商品 也就是我大部分 付费玩家 第一个买个 都是这个东西 这边其实有一个 定价的细节 哈士奇组合包 它的定价是300块 为什么是300块 为什么不是450 为什么不是600块 是因为就是 我有想过说 我这款游戏 假如说 它是一个付费游戏 我要卖玩家多少钱 是100块 150 200 还是300 500 我自己心目中的价格 我是抓300 我觉得说 如果你想要付费支持我 你就是花300块 我觉得就算是 已经很贵 很贵的起 就是 算是我自己 就是我觉得300块 是一个差不多的价格 这样子 那如果你买完300块 然后你可能玩的 比较重度 你想要再买其他东西 好 你就可以考虑 再买下一个450 甚至 可能 跟你来说 你又更重度 又想要更好的东西 可以再考虑下一个 990之类的东西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哈士奇组合包 给了那个月月的祝福 就是长压连点功能 我在新手教学的过程中 我有赠送 10分钟的试用给他 让他体验一下 长压连点 到底什么样的感觉 那其实很多玩家 他用过以后 他就回不去了 这样子 甚至用完以后 我会把引导到商店刚刚说 你想要继续用的话 可以买这个东西 对 好 再来我再去分享一下 就是付费相关的数据 就是Android的付费率有高7% iOS的付费率有高9.5%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就是比对我查到的数据来说 那再来其他的 Apple跟Apple U 这部分我就不会着重在这方面 比较有趣的是整体营收占比 其实我的主要下载量跟主要营收是来自Android的 我觉得这部分是跟我的客群有关 我的客群其实比较多年轻甚至学生 那他们比较多都是用Android手机 所以我的大部分的下载跟营收都是有66%安卓的 那当然也有可能部分是我有被Google推荐这样子 对 好 第二点是广告 这部分我会比较快速带过 广告 我是只有用奖励广告 那奖励广告 就是你看完一个奖励广告以后 我会送你50颗止水晶 那50颗止水晶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你200颗止水晶你可以抽一次转弹 那冷却时间6小时 也就是说你一天大概可以拿4次 然后刚好可以抽一次转弹 并且我在冷却时间到的时候 我会发一个通知 就游戏应该的推播 告诉说你可以回来看广告 你可以回来拿水晶了 养成让玩家回来帮你看广告的习惯 这其实是一个爽赢的局面 很多玩家可能没有办法付费 可是他愿意看广告 而且看广告拿到水晶他也很开心 这是一个反应还蛮好的一个功能 那至于冷却时间6小时 有些游戏会抓很短 那我自己是希望他不要太常看 我刚才是可以做成 比如说3小时然后拿25课 可是我觉得 我不是很希望让玩家一直回来 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是抓6小时这个时间 不要太频繁 然后抓一个刚好的时间 在另外一个地方是 我战斗中打怪物 大概每10分钟我会喷出一个宝箱 那这个宝箱你打开以后 他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看广告 看广告后来我送你5倍的经验 那大部分情况都是会看的 因为5倍是真的还蛮吸引人的 在初期也是可以让你比较快的升级 但还是有些玩家 他可能会想要去广告的功能 那我这边就额外推了一个 就是如果你买990块以上的止水晶 它就是一个等值的止水晶 我额外送一个跳过广告的功能 而且奖励早算的 就是你等一下你马上就可以拿 水晶跟5倍的经验 那为什么我不是卖 60块或90块去广告呢 市面上常见的游戏其实都是 60块90块去广告 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做 因为回到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要叫玩家第一次付费 你会叫他付费买什么东西 我给他主力商品就是300块 有月月 我不想要前面再卡一个60块的东西 去让玩家犹豫说 我到底要先买哪一个 对 可能玩家只会想要只买一个东西 那如果他选择困难的话 可能最后就干脆不买了 所以我会把焦点放在月月上面 然后跳广告 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干价 但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对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箱止水晶它的销量 其实在iOS有第三名 跟Android只有第五名 所以可见看起来iOS的玩家 比较不喜欢看广告 其实我也不确定 可是我iOS广告的eCPM是比较高的 就广告收益是 每千次给观看的价格是比较高 所以其实也很难讲 好 那最后我分享一下 我到目前为止的上架成绩 那我算平台目前给机下载一样十万 就我觉得十万是一个 差不多算中规中矩的数字 没有说特别高 也没有说特别低 就是以我自己的心理预期 那再来就是我 算是蛮荣幸有受高估计的编辑精选 也有被放在首页推荐这样子 那算是非常非常非常倍感的东西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因为我看到编辑精选 我刚下就差点从一只上跳起来 非常非常开心这样子 可惜iOS没有 可能之后再努力 再努力看有没有机会 在iOS获得精选这样子 那这次我分享的就是DAU的数据 这我也该带过去吧 就是我上线一周的时候是呈现 玩家人数最多的时候 DAU就是每日的活跃人数 讲白话一点 就是每天有多少玩家玩你的游戏 最高有到三万 那当然这数字 一开始高峰期很快就会下跌 大概到八个月后 就大概剩两千 对 好 那我90%个下载又是来自台湾 而且我目前是只有开中文地区 所以台湾还是我主力市场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下一个阶段 我会做英文版 那目前已经做完了 但还没有上架 目前还在做一些行销上的规划 那假如在座有哪位 对科医英文版有相关的经验 或新的欢迎跟我交流 非常需要 对 好 那英文版之后成绩会如何 之后有机会我会再分享 那样子 因为我之前前一款有在Skin上上架 那其实英文版的下载量 是台湾的三倍 所以我想 对我来说英文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我会比较谨慎地去对待 所以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上也是这个原因 好 最后 其实我双平台的评价不太一样 Android有4-8颗星 但iOS只有 到目前还有只有3-8颗星 这是让我蛮意外的一件事情 那甚至就是iOS也有一些蛮 我觉得是蛮郑重我要害的一些评论 譬如说这个玩家就说 你到40级跟60级以后就很难念 那甚至给我一种死要钱的感觉 这个其实我不否认 因为这款给我来说 它是一个商业项游戏 所以我在商业上会放得比较重一点 所以可能有些玩家的观感会比较不好 那这点我可能也没有办 只能说很抱歉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对 那在这之中还有三个 让我非常非常痛的三个问题 就是我的游戏毕竟是单机游戏 它并不是一个联网架构的伺服器游戏 所以它一定会被 大版本 我快速地讲完 它一定会被告反破解 以及有存档 存档和存档本地端的一个温戏 以及后期期间不嫁温戏 就是存档 那我分享一下这三个状况 其实让我的压力真的很大 甚至就是很多玩家说 它有存档消失了 那它买了三百块 我买了一千块的东西不见了 怎么办 其实这些东西你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因为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赚了这个钱 你就要想办法 对这些赚钱的后果去做 面对跟负责 那我只能去面对 首先存档消失的问题就是 我会协助玩家去做云端备份 恢复备份的东西 我有接Firebase 它上面是有自动备份的功能 那我也有去改善云端存档流程 尽可能让它可以 让记录备份到云端上 那再来可能就是 你要求求你的城市想想办法 不要让玩家的记录 因为我们公益也不见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玩家玩个一闪退 它记录就有可能会损毁 那是存在本地端的 我刚初为了这个问题 其实交口感而修了很久 就一直录程式 就拜扣拜扣程式方想办法 不然这个客服那边一直收到 玩家记录消失的问题 其实还蛮脱通的 再就是有人会觉得说 有人用破解版 他就可以有月月 那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花钱 为什么别人可以免费用 那这其实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淡净游戏就是会被破解 那我只能对这些玩家说 我非常感谢你的付费 那如果你想要愧费的话 我可以 你可以借我哪些管道的愧费 这样子 那其实你的付费 其实除了你拿到这些东西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实质而支持我们这些开发者 让我们可以做下一款游戏 我是对你非常非常感谢的 我是抱着重心 心态去面对这些玩家的 在这就是后期升级比较难这一件 我就是持续的去优化游戏 提供更多的经验值管道 像我接下来 下一波改版 我就会提供更多的调卡片 跟经验值的管道 那面对付费虽然很痛 但我觉得还是要勇于面对 并尊重每个评论 那这条路算是非常的辛苦 但我觉得也非常的值得 那如果各位也是在这条路上 其实是非常欢迎互相交流的 因为其实我收到很多人的帮助 那我也非常乐意帮助其他人 那希望大家共勉之一起加油 这样子 谢谢各位 好 那请让我工商一下 就是我们圣堂游戏 目前有在招募 Yewenki的工程师 是可以远端工作的 圈子兼职都可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下面的信箱跟我联络 或是会后也可以再找我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开放Q&A 还有时间吗 没有 没有时间 好 那我感觉会在外面或在前面 各位就是 Yewenki都可以来问我 好 这样子